大家好,我是阿刚 今天还有点不正常,有点晕晕的 觉得还是躺着比坐着舒服 但是呢,我要录一条视频 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于本国人吃外国药是什么感觉 那我是中国人 那除了中国的以外的东西 药品都是对于我来说都是外国嘛 那相应于我实际来说呢 那中国的药品对于他来说 也是外国的药品 那当初呢,刚生病的时候 有一点点的时候 怀疑这个药会不会 并没把自己病死 这个药吃了会把自己要死 最开始我俩都会有这个疑虑的 因为他跟我回家的时候 有生过病 然后我奶奶给他要 我媳妇又不好意思拒绝 然后呢,她又不想吃 然后很难为情,知道吗 最开始来马来西亚的时候 也是生小病的时候 我那个朋友给我买的药 然后呢,因为重点它都是英文的 英文呢,我更看不懂 主要是什么药效啊,治疗什么病啊 我都不知道 类似诊所的地方 然后开一些小片片 然后就给我了 然后我就放一边了 我就自己挺去了 然后慢慢慢慢也好了 现在生活久了哈 这个过渡期已经过来了 就是在这次病之前哈 还有点没过来 这次病之后哈 就完全过来了 你病的严重的时候哈 给你个药 你就不会考虑它是中国的 还是外国的 能不能吃死了 那你就是想着 哎呀,死马大火马医 把先吃了再说 哈哈 那时候 就是已经把生死置之外了 因为特别难受 已经不考虑这个死活了 这两天吃这个药 叫潘大道 然后吃退烧 然后吃头痛的应该是 呃,吃着也不错 然后还给我弄了一些 其他的小片 然后我就要问这些 呃,他有什么功能啊 治疗什么病的 然后有一个治疗咳嗽的 我就没有吃 因为我没有咳嗽嘛 其他的我都吃了 这个我不知道我的习惯 能不能代表大多数东北人 一般像我哈 都是喝点粥啊 吃些清淡的 一般就榨菜 呃,是喝点小米粥 这样子的 呃,或者是吃一些青菜 啊,这个是萝卜的 然后榨菜都让我吃掉了 乌姜 我们那边的特色 那还有这个 这个是马来西亚这边的 咸菜 我媳妇特意给我买的 因为她知道我要喝粥吃咸菜 但是哈 她早上去买的一种 呃,中国超市的榨菜哈 都没有开门 她买了马来西亚本地的咸菜 我看这个顶着是梅丁台湾 然后这是台湾的特色小吃吗 但是我不太爱吃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味道 呃,酸酸的那么感觉 吃完更难受 所以说我就拒绝了 这一瓶十二块钱呢 两瓶二十四呢 估计要送我丈母娘了 哈哈 不知道我们那边的南方人哈 都吃什么 反正我们北方人是吃咸菜 生病了 吃不了那些油腻的东西啊 然后 或者是包一些青菜粥啊 这样子的 这两天就是咸菜粥 我感觉都没有什么营养了 也不知道是饿的没劲 还病的没劲 不过现在呃,说话都正常了 舌头比较利涂 昨天感觉舌头有点大似的 那我媳妇给我买的这种凉茶 这种凉茶哈 如果我没生病的时候 当个饮料喝还行 我生病了喝这个哈 越喝越难受 他把我当马来西亚人治的 我是东北人 我不能这么整 我越整越难受 他总觉得 我人在马来西亚 就按马来西亚的办法来治我 哈哈 结果会越治越难受 幸好我有主见 我有自知之明 没让他瞎乱治 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吃外国药的经历 有没有什么心理的恐惧啊 但是我现在觉得像 呃对于疫苗来说啊 那就是 很多国家研发 然后给外国人打 全世界各国都可以打嘛 包括像我们中国的科兴啊 像美国的啊 辉瑞啊 包括一些欧洲的莫德纳 这类的疫苗 都是研发出来 给全世界人在打嘛 我觉得呃 这个药品来说啊 还应该是有一定的安全性的 不管全世界哪里的人吃 但是呢 心理上啊 可能有一些作用 就是不是那么想 我觉得 这个东西看你病的有多严重啊 应该 最近我估计 我就不出门了 然后也不吃什么大餐了 然后可能也就跟大家聊聊天 如果喜欢呢 可以订阅我一下 如果不喜欢呢 那就得等疫情过后了 我再能出去乱跑 现在马来西亚一天两万多例 我也不知道谁种谁没种的 我们这个雪兰河州哈 一天八千多八千多的 我这受不了 感觉这日子遥遥无息 是 但是呢 我就得更低调的在家待着了 那今天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